我們時間關心 我們看到這個鞭片 這是 猶太人 在途殺的時候 有一個人 叫做辛德勒 他告訴他 他做一個事情 辛德勒是一個非常成功的 企業家 他用盡所有的錢 去買回 猶太人的生命 一條命買回來 買回來 一直買 一直買 買了將近一千一百人的時候 他孩童全部買回來 然後買回來以後 買回來做什麼 他只是做了一件事 他沒有說 你是我買回來的 你要為我效力 為我而犧牲 他有沒有這樣 沒有 他說了一句說 你自由了 有人這麼空的 去買東西回來 買回來之後 這個人已經是在買回來 然後你跟他說 你自由了 所以 很多人 給他買回來之後 都在保護之下 過得非常好 直到這個戰爭結束了 反觀 希特勒戰敗 那個人打敗之後 萬一方追殺 結果 辛德勒總要破產 破產了以後 我們剛才有看到 剛才的情節 他一直在責怪誰 自己 一直責怪自己說 哇 為什麼我花那麼多錢 為什麼我如果不要花那麼多錢 我可以多買幾個人 我為什麼要坐這輛車子 這輛車子如果把它賣掉 我可以救十個人 我這個黃金的兄章 如果不要的話 會多換兩個人 直到最後他說 黃金可以多換一個人 他在那裡很感慨 感慨說 為什麼我可以多做 多救一個人 我卻沒有去做 多一個人 他說一個人 那個人的生命 多一個人 他說得很激動的時候 大家安慰說 你做得很夠了 他說不夠 我覺得我可以再救 為什麼不可以繼續再救 辛德勒 到最後他的工廠破產 最後他的生命 卻很淒慘 過了他的一生 不過我相信他存留下來的 是因為 六百至今的猶太人 都是他 挽救回來 不然就沒有猶太人 全部死掉了 我們台灣也是一樣 有人出來這樣做嗎 好像沒有 台灣也經過屠殺的當中 當然有的人也願意出來 不過 好像我們都 沉睡了 並不知道說 我們如果更勇敢一點 我們可以站立起來 這是後來很大的警惕 第二件事情 我們都有聽過 林肯總統 美國 林肯總統 他是解放黑奴 他解放黑奴 那過程是相當的艱險 那個工程是非常大 他也是一樣 他一樣 去到黑奴 看到這件事情 他非常的痛苦 他說那個黑奴 站在 那個人口販子前面 那個 賣黑奴 那個人 在賣的人 在那邊 開始喊價 20 21 21 22 22 23 23 24 這樣子跳 結果 你知道這個 黑人的媽媽 帶了一個小孩子 黑的小孩子 還很小 這個黑人的媽媽 一直跟他拜託說 拜託 你如果要買我的話 包括我的孩子一起買 好不好 那個人說 沒有沒有沒有 我不買小孩子 買小孩子要做什麼 拜託 我會加倍的替你工作 你連我的孩子一起買 好不好 林肯總統 站在旁邊看 他看到有一個富人 非常富人 非常富人 非常有錢的 富人 他就跟他講說 大家在 20 23 24 24 30 30 一直跳 跳到最後 跳到50 要拍定價的時候 有一個人 他出來喊 100塊美金 當時100塊美金非常大 說100塊美金 就喊下去 這人口販子 他說 將來不賣到這麼好的價錢 買大送小都賣你 母子都給你 100塊美金 當他買回去之後 這個人口販子 還很好心的跟他講說 來來來我教你 你如果 你如果 讓這對 黑奴 能夠 效忠於你 你回去 把他二三天 都不給他們吃飯 第三天 才給他吃肉 如果以後 你聽我的話 你才有飯吃 你這樣子教育他 他才會 死心 踏地的跟從你 他回去以後 你不要教我這些 結果 你知道這個 有一個人 怎麼跟他說 他說 對這一對黑奴說 我不要用他的方式對待你 我只告訴你說 你自由了 你想這個黑奴 會對人走的 這個黑奴他應該不會跑掉吧 這個人就說 你自由了 所以林肯總統 他看到這一幕 他就在思索說 為什麼人權會有差距 他一生做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就是解放黑奴 不過 這件事情完成以後 他的情況怎麼樣 去逢刺殺 結果都不很好 結果都下場都不是好 剛才辛德勒也是一樣 破產然後經商失敗 妻離子散 結果他最後生病而死 林肯總統也是一樣 被人家刺殺 到最近 我去到 去年九月 我們再度去美國的時候 台灣民政有去到美國 有看到一樣東西 我不知道那一個 麻煩一下 能不能剖出那個 人權律師的那塊石頭 我看到這一幕的時候 我也覺得很感動說 為什麼在他們的國土上面 在他們美國這麼大的土地裡面 都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有一個金恩 金恩 那個馬丁路德金恩 人權律師 他是一個黑人 那個黑人律師 他本來是教會的牧師 不過他一直在傳教的當中 他發現一件事情 他幫很多黑奴解決法律問題 你知道在當時1964年 美國的社會 他是不容許黑奴跟他們平起平坐 雖然已經解放黑奴了 但是他們的社會是 黑奴不能 不能怎麼樣 不能 那坐公車 都要白人先上去 那白人叫你起來的時候 你黑奴要趕快站起來去坐到後面 甚至用騎子 公車的坐法就是這種 公車的做法就是這樣 然後呢 當你看到他為了一個 那當時的黑奴是沒有人權 人權是非常沒有的 為什麼 因為呢 當中有一個黑人 他就是男生 他就是看了一個女生 這樣看著他而已 你知道他犯了什麼罪 什麼罪都可以啦 就是被抓起來的 看著一個女生 看著一個女生 黑人看著一個白人 女生就被抓起來 然後就開始說 你犯了很嚴重的罪 就是看人家這樣看著 好 這一張我們看到圖片裡面 這個就是金恩 人權律師 那個時候我們在那邊看著 我一直百思不解說 為什麼 這個東西 會做成三塊石頭 你知道中間這塊石頭 是從哪裡出來的 是從那個石頭裡面這樣推出來 如果你把它推回去 它是一塊石頭 那是撞到一塊石頭 但是 我在那邊看的時候 這樣子一直觀察說奇怪 為什麼他們幼稚園的老師 他們當地幼稚園老師 都一直帶在後面去 一直帶到後面 一直看 我說奇怪 不是前面比較好看嗎 為什麼都跑到後面去看 我就好奇去跟他看看 原來他們老師在教他們什麼 他一生的故事寫在這塊石板的後面 一生的歷程寫在後面 老師在教他們說 這一位金恩人權律師 他曾經為了黑奴打官司 一生都在為黑奴在辯論 你知道當時的黑奴 黑人 不是黑奴 黑人去到法庭要怎麼做 要跪下去 不就要哭 不管你是原告被告 反正去到法庭 你就是要蹲下去 那白人就騎著 你有沒有看到他的姿勢 是什麼樣的姿勢 他去到法庭 他說我是黑人 但是我不蹲下 也不跪下 我的姿勢就是這樣 跟法官辯駁 已經勇敢 他說我不蹲下 我是黑人 你看就知道這是黑人 他辯駁當中 他跟法官說他有罪 他一生當中做錯三件事 他說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是黑人 他說他一生當中做不到一件事 做不到三件事 我就是黑人 我是黑人 這是第一個錯誤 第二個錯誤 就是我厭倦 種族歧視 這種生活 他說他第一件錯誤 他說他覺得黑人 在這邊被歧視 他覺得很討厭 他非常厭煩 第三件事情就是 我厭煩了這種厭倦 種族歧視的生活以後 我起來 提出我的道德勇氣 叫大家要脫離 這種生活 他說他一生當中做不到三件事 第一個就是他是黑人 第二個 他感覺做黑人這種生活 不公平 他很生 第三件 他就是說 我有勇氣 客人跟他說 我們黑人是生活平靜 他說了 他就穿這個姿勢擺著 看你要怎樣 而且他很勇敢的跟美國法庭 跟他講說 如果美國法庭 你要選擇 對這種啟示 我相信我們美國不會有將來 這幾位說出來的法官 我們都要剩一個 他說 你如果把我拚我 有罪 我相信 美國 還是這個國家 是沒有戰鬥 你們自己選擇 他還叫法官選擇 你要讓美國更光明 還是要更黑暗 你自己選擇 那個法官 在法律上把他判決 無罪 而且還不是判決而已 開始 整個 美國社會翻轉 那些黑人 全部 得到 自由 以後公車 平等 餐廳平等 任何 每一個只要在美國 本土裡面 人人平等 就是這樣來 我們來看我們的台灣 我們的台灣有種族歧視喔 有 我告訴你 你怎麼知道在高考 的考試裡面 不是只有原住民 那還沒關係喔 沒有 因為 去考試的時候去考慈 台灣小孩一個 三十六個 才其中一個 三十人才一個 台灣人 結果 你去問 為什麼你可以錄取 我就覺得 這個同學 很奇怪 這個成績 我的分數除以二妖 贏他 既然他可以錄取 我好奇去問 為什麼你可以進來 他說 我是廣東代表 廣東代表 我的分數靠一百分也贏他 結果你怎麼可以進來 他說 我是湖南代表 中國 中國省份 有三十六個省份 包括 他們把台灣包括進去 所以 一個省份 一個代表 我們台灣 一個 我說 你們有沒有去想過 他如果是廣東代表 應該回到哪裡 對啦 回那裡 為什麼都領誰的錢 我們 都領我們台灣人的錢 很奇怪 而且在 街道 我們這個起勢 我們已經不記得 我們向勤勢 每一次到公園 在那裡六國六鳥下棋的 都總是那些人 而且我又問了一個在那裡 嚇死 吐死的 吐得很專心的 我跟他說 請問以前你是什麼工作 他說 我在公所裡面 我說 你公所是什麼工作 你一個月可以領多少 我一個月 他說一國而已四萬 退休之後一國可以領幾萬 他說 為什麼你可以這樣 他說 你在公所裡的工作是什麼 我聽一下那些婚姻 他說 我在裡面是 拉國旗的 他聽說 什麼工作 你在 你那個單位是什麼工作 他說我拉國旗的 他說拉國旗是什麼工作 就是 早上 把國旗都拉起來 幫完四點 再拉起來 這個工作 我跟他說 我很專業 我相信如果我做 我比比較專業 一國月四萬 我真的想不到 這種拉國旗 這個我最厲害 我都在拉 這個我很專業 可以做到 每次升上去 我還幫你演奏 還請樂團來幫你演奏 這樣一國月三萬就好 一天這種工作 一天撩起來 一個月三萬 我可以撩十間工作 沒關係 我辛苦一點 那為什麼他們可以擔任 我們不行 難道這個不叫做種族歧視嗎 我們都 沉淪了 永遠看不到這些 以為 他們 這種工作 他們是勞苦功高 的反共意識 我們就是被這種 我們就是被這種 而且他們的心態 都認為說 你們台灣是靠我們保護你們 才有今天 那是黑白講的 其實那是招對我們來 從我們剛才所看到 這些過程 我們期待 這些人權律師 三個人 我們講的三個例子 辛德勒 還有一位林肯總統 還有一位 這位金恩 馬丁路德金恩 人權律師 三位 還有很多很多 你知道他們三位的下場 都是什麼 都去逢刺殺而死 一個經商失敗 這樣 猶豫而死 他們的下場 在我們的眼觀看來 都是非常不好的下場 照我們來看 那就是什麼人 那叫做 潘映設定 那他們的下場 在我們 現在的人來看 他說那就是做潘映台 你想看看 做潘映台 再淪為這種下場 林肯總統 他一定是人 做得真壞 還要嚇死 應該不是 因為 他持守一個真理 他知道說 假設 我們如果再不起來 我們今天會被 殲滅 我們再來 假設 林肯總統 他如果沒有釋放 解放 那兩個信息 他知道美國 有一天會很慘 因為人權不去 金恩博士 他也認為說 如果他沒有來替黑人辯論 黑人的社會 永遠不平等 反觀台灣呢 台灣 永遠的道德觀念 認為 你 這樣的下場 就是做潘映台 導致沒有人 願意起來 做這種事 不過 在他們心 這三位裡面 有一個持守的真理 就是說 若 一粒麥子 沒有落在土裡 死了 不會結出更多的麥子 就是一粒 不會 如果沒有 代理土地 死去 沒辦法生出更多 對 所以在我們的思考裡面 你很好 你有很大的 很好的背景 有很優秀的 考試檔 都很優秀都集在你們家裡好了 對群體有沒有幫助 沒有幫助 一粒麥子 還是一粒麥子 所以我們來學習 不要怕辛苦 我相信台灣民進府 我們走在這個前端的人 或許你的下場 會讓你感覺到很難過 不過 你看到的是 長出更多的麥子出來 謝謝 大家一起加油 聽到我們大家應該要清醒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台灣人 大家都應該要起來的時候 台灣人的個性是 一個人死了 十個人站起來 十個人死了 一百個人站起來 一百個人 如果再被殲殺 殲滅死了 會全體站起來 這是我深信不疑的真理 我們希望大家加油 這個如果死去 台灣人十個人站起來 十個人死去 一百個人站起來 一百個人再死去 我相信 全部分都站起來 這就是我一直相信 今天我們台灣民進府所 以致的真理 就是用這個來做我們的精神 做我們的力量 希望大家加油 今天是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 各位同心哈口又困擋文靜 各位同心下課休息十分鐘 謝謝大家